奇闻不知何处寻密探方知在此间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在很多事例当中 不断出现那些拥有前世记忆的人 他们都称自己还保留着前世的回忆 有些人甚至还能将前世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说得一清二楚 至今科学都无法解释这些事件的真实性 前一段时间 有一篇这样的报道令很多人不可思议 一位名叫大卫凯贝尔的45岁澳大利亚艺人 近日在明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 表达了一个怪蛋的想法 他表示有时可以感觉到 其四岁的儿子比例可能是戴安娜王妃的转世 其实是这个男孩自称是已故戴安娜王妃转世 并且还记得前世生活中的细节 最为神奇的是 孩子的父亲说自己并没有教孩子任何关于英国王室的东西 但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就开始谈及英国王室的事 并曾指着一幅戴安娜的图片说道 快看 那是我还是王妃时的照片 这一消息震惊了众多英国王室的粉丝 凯贝尔和妻子丽莎育有三个孩子 最大的九岁 名叫里奥 另外还有一对四岁的双胞胎 分别名叫比利和比利 而他们四岁的儿子比利 却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坚称自己曾是戴安娜王妃 比利的习惯话语不止如此 有一次在对话的时候比利说 我有个叫做约翰的哥哥 他们查了一下才发现 戴安娜王妃还真有一个叫做约翰的哥哥 而且约翰是戴安娜母亲生的第三胎 全家人都未有这个男孩感到高兴 但可惜不到十个小时就夭折了 戴安娜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都无比惋惜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可能只有他们戴安娜家族的人 才会有在意的细节 一般人是不会想起这个夭折的哥哥的 另外比利也曾说自己有两个男孩 当然就是现任英国皇室的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了 虽然听得大卫耳朵里实在是有点诡异 但他并没有不相信 现在的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是人尽皆知的 可是对于一个四岁的孩子而言 父母没有讲过 自己没有通过外界环境知晓 怎么能说出这些名字 这里也让人更加不可思议 小男孩比利从来没有出过国 更别提取英国 可是他却准确地描述出了戴安娜王妃 身前所住的巴尔莫勒尔堡的建筑群貌及细节 这座城堡一直是英国王室的私有住宅 现在是应该女王的避暑行宫 因为这里曾经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最美回忆的地方 这里是他们密夜旅行的地方 这些细节四岁的小男孩却描述得很清楚 当我还是戴安娜王妃的时候 我曾去过一座城堡 那是一个仙境 他说这座城堡上有独角兽 被称为巴尔莫勒尔城 这座位立于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巴尔莫勒尔庄园 确实一直是英国女王的私有住宅 被改建成苏格兰庄园的风格 独角兽是苏格兰民族的象征 女身份认同 在典型的苏格兰建筑风的巴尔莫勒尔堡 也确实有独角兽的图案 比利还说一些摸不着边际的话 但却被一一证实 连她的父亲大卫都为这些事情半信半疑 毕竟没有经过科学证实的时间 谁也不好下结论 不过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 当比利看到戴安娜王妃去世新闻时说的话了 她说 这是我还是公主的时候 但又一天我听到了轰隆隆的警笛声来了 然后我就不再是公主了 这也在描述最后戴安娜王妃的死因 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于1981年结婚 婚后育有两个儿子 尽管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不幸福 但是她并没有一直沉浸在痛苦中自怨自艾 她热衷于慈善事业 先后资助筹建了20多个慈善基金会 出访过北非、印度、安哥拉、巴基斯坦等贫困地区 被联合国授予了人道主义奖 也是人们心中的最美王妃 这则新闻的出现 重新将转世轮回和前世相关的记忆 带到了人们面前 在中国的神话当中 人死之后都要过奈何桥 喝梦火汤消除前世的记忆 以便往后好投胎做人 同时西方有些科学家 为了解释轮回这种现象 还有催眠、针灸的方法 使人回忆前世 进而解决人们的身心疾病 加拿大的乔尔·惠顿教授 就一直对前世记忆这一课题很感兴趣 在研究过程中 他发现那些与之合作过的拥有前世记忆的孩子 上学之后就开始淡忘 并逐渐忘记所有的前世记忆 当然 对于拥有前世记忆的对象不仅限于小孩子 还有成人 惠顿在90年代曾对一名叫 哈罗德·贾沃斯基的年轻美国人进行催眠 哈罗德在催眠中回忆里 自己的前世名叫索尔 是一名维京人 哈罗德在回忆时写下的22个字母和词组 其中没有一个是他在正常意识下认识的语言 因为在催眠中写下的这22组字词属于挪威语 也非常接近冰岛语 为了准确求证 惠顿教授找了一个冰岛人来听 哈罗德接受催眠时的录音带 该冰岛人确定哈罗德所用的语言 是非常早期的冰岛语 惠顿教授之后又将22组字词 提交给挪威语冰岛语专家 这些专家令人幸福地从22个词中认出了 其中有10个是属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 这是一种已经700年没有人说过的语言了 一个从未说过任何挪威语冰岛语的美国人 在催眠中展现了超自然能力 并非通过自然学习得到的语言能力 哈罗德是否是从他生存意识记忆中 获得了这项超自然技能呢 超自然现象的语言交流能力 可以证实转世理论吗 说实话我还是有些感觉怀疑 哈罗德的前世记忆 是不是在催眠师的影像下 或人物强烈暗示中进行出的产物 相较之下 自发性的前世记忆 回忆好像更具可信性 美国作家同样也质疑了前世记忆的真实性 于是他跟随调查 伊恩斯蒂文森博士的团队 斯蒂文森博士成立 知觉研究部门调查人类的前世精神 用40年走遍全球 研究3000名声称自己前世的孩童 伊恩斯蒂文森博士 在大量地研究前世记忆的孩童案件后 得出一个结论 三分之一的 有着前世记忆的目标对象 身上存在着无法解释 为何会出现古怪胎记或出身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胎记的位置和形状 和潜意识的身体致命伤高度吻合 他发现调查对象的人们 能够确认所谓的前世人格 小孩子也可以回忆出准确的细节 这一团队的实验 同时也在科学界里一直被批评被质疑 科学界多数的说法是物质世界就是存在一切 意识只是大脑功能的结果 大脑死去了 意识就随之消亡了 但是斯蒂文森的前世记研究呈现出 不仅仅是意识 而是调查对象的前世情感和记忆 在死后也会继续出现 汤姆在未跟随斯蒂文森团队前 也曾认为唯一解释就是 要么斯蒂文森是个傻瓜 他是没有注意到那些案子中的孩子 都是被人叫唆或者国际诈骗 唯一证明这些仅存可能性的方法 就是亲身观察斯蒂文森的工作情况 在整个随行过程中 汤姆调查斯蒂文森有没有被明显欺骗 拥有前世记忆小孩的家族有没有精神病史 是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但之后一个接一个的案子让汤姆震惊 他在纪录片《生死与轮回》中回忆 在很多案例中 这些友善正常有理性的人 也为他们有这些回忆 他们的孩子有回忆感到亏惑 在一段时间后 你会觉得能解释这些案例的 都是宇宙中一些科学尚不能解释的力量 好了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么你相信轮回转世的存在吗 留言评论告诉我们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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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reverse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前 走登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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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转发 到信任 Spring's 转发resso doing成역